近期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風力達七到八級 陣風十級 今日有民眾 在金門的馬山灣沿岸 發現了一艘擱淺的中國漁船 初步研判為一般漁民作業 船隻遭到搶風吹過來 受到天候的影響 平均的風力都在七到八級 陣風可以達到十級的狀況下 我們在十六號下午一點 對此金門岸巡隊表示 船隻看起來相當的破舊 而且船身跟船底都秀石 非常的嚴重 加上船上並無燃料 研判是已經廢棄的科農工作船 巡邏組登船檢查之後 並沒有發現漁民、豬肉製品 或是其他的違禁品 因為該處隸屬金門國家公園的管理處管轄 後續漂流船將喊請金管處辦理公告招標的事宜 哈囉大家好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開啟小鈴鐺喔